哈囉 各位姊妹淘的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愛麗絲 今天很開心 而且很興奮 因為呢 在這個華山呢 我的品牌 唯有機 唯有改你第一間 概念快閃電的正式開幕了 那今天就要帶著大家一起來 看一看到底這間快閃電裡面 有什麼新奇好玩的事物 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快閃電其實從頭到尾 大家看到的外觀就是那種很法式插畫 然後好像是法式的那種餐廳或是店的門口 是現在巴黎很流行的一種裝潢風格 那我就想說要把這個風格帶回來台灣 感覺好像是走在畫裡面 但實際上又是一個真實的空間 那在店裡面一開始啊 這整面牆就是我們唯有機最受歡迎的一個 品牌 也就是法國的泉水品牌 叫做森朵恩泉 那其實它從上市到現在啊 就是真的很受歡迎 很多東西都已經賣到缺貨 然後法國原廠都說亞洲 現在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韓國都有 而我們是全亞洲賣最好的地方 這時候應該有點掌聲 然後呢 這裡面我個人最喜歡的產品啊 就是卸妝水 因為你知道女生啊 到了夏天 就是要卸妝的時候 我個人是使用這種水狀液態的 因為這樣比較不容易長粉刺 而且如果你有種睫毛啊 它其實眼妝卸得很乾淨 然後夏天一定要的就是這個 很需要的泉水噴霧有沒有 因為現在很熱 就是你要來一下嗎 其實真的會很舒服 仙女下凡 這個也是我們熱賣產品 然後很多的OL啊就會在包包 或是辦公室裡面放一個 然後再來我會代理這個牌子 是因為我當時住在巴黎的時候 住在十五區 然後我在一個有機店裡面 找到的這個就是不含皂剪的 剪面凝膠 它是膠類的 那因為其實我很怕洗完臉之後 臉會乾乾的 所以我那時候用完之後 驚為天人 因為皮膚這個狀態很好 然後又沒有長粉刺 就用了大概三四個月之後啊 我就想說 我來跟他們談代理好了 這牌子我談了整整一年多 談的蠻艱辛的 但成果很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來到這邊 今天在快閃店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邊有手工皂 這個是百分之百呢 全部都是有機植物成分 所製成的手工皂 然後這個是在福日山脈 是法國跟德國邊界的一個山脈 那上面就是環境非常好 所以它種很多有機的植物 那其實有很多客人就是 他比如肌膚不太舒服 長痘痘 或者是比較乾 他們就發現用這種手工的有機植物皂 一下子就可以就是讓肌膚妝很好 而且它得到了法國的金獎 有機的金獎No.1 這邊就是彩妝 有機彩妝 那這個有機彩妝在歐洲其實 它是屬於開架品牌 那很受年輕女孩子的歡迎 它的價位也都相當的friendly 就很友善 兩百多塊錢左右 那個人就是覺得很推薦它的植物的口紅 因為口紅其實裡面含很多重金屬 我們其實女生一生大概吃掉六公斤的口紅 很可怕吧 所以用這種直萃做的啊 你就是吃了也很安心 就當做好像在吃空心菜一樣的概念 那特別提到這個是我在巴黎家的大門 那因為那時候就是 剛過去要創業然後開公司的時候 就是一直顛沛流離 因為帶著禮禮 然後又是單親媽媽的時候 在法國很難租到房子 那我們那時候半年就大概搬了四五次家 常常就是拖著行李帶著小孩 那個時候就真的很想回家 會覺得說 怎麼好好的把自己過成這樣 一直到我快放棄的時候 我找到了這個房子 然後這個房東是一個老奶奶 她後來就願意把房子長租給我 那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真的在巴黎的生活終於安定了下來 我可以專心衝刺這個事業 所以我就在門口拍了一張紀念照 就象徵的它是一個起點 然後現在這個 這個pop-up shop也是唯有機從就是電商 然後跨出了實體通路的第一步 也是一個起點 所以我把這兩個起點擺在一起 就是象徵著一個特殊的含義 就是你知道隱藏版的小秘密這樣子 然後這個軟糖是我為了禮禮代理的 因為她喜歡吃糖 那我不喜歡給她吃糖 所以這一位媽媽就跑去 帶領了營養軟糖 然後是有機水果成分 然後這個很特別 它是目前歐洲唯一得到 就是有機標章認證的 給寵物專用的清潔品 給毛小孩你知道嗎 洗澡啊 順毛啊 或者是它有眼淚你知道 淚液 淚溝 或是口水 那其實平常我們市面上看到很多是天然 但是它其實還是是用有化工 就是可能有農藥成分的脂萃 那其實這裡就有機的喔 你知道連寵物都可以安心安全 這裡整個都是baby的系列 所以Lily跟威廉弟就是用這個系列來洗澡 然後來擦屁屁 這個是小朋友長第一顆乳牙的時候 你要清潔它的口腔 這個是有機成分的舒緩霜這樣 號稱是人生第一個牙膏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平常都會做家事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想說要找那種完全就是直萃的 百分之百天然的這種就是居家清潔 我就找到這個是在丹麥的品牌 我翻到丹麥去就是哥本哈根 那這個是我個人最愛的 因為你聞聞看 它完全不像是洗馬桶或是洗衣碗或者是 因為一般清潔用品啊 你就會覺得它的化學味很重 然後媽媽已經夠辛苦了 要幫家裡打掃乾淨還要忍受那些毒氣 所以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找了這個牌子把它帶回來 那這個還有就是清潔玻璃的 還有馬桶清潔劑 還有家裡洗衣服的 這個都是純植物天然的 而且是有有機成分 那因為我對於這一塊很堅持 是因為我覺得家裡面這些排出來的家用水啊 其實你用很多化工的產品 到後來它還是流到大海裡 大海裡還是又吃回我們肚子裡 那其實這個就是居家一個小小的環保動作 其實就會對我們的地球跟環境有很大的影響跟改善 這邊全部都是物理的有機防曬系列 很特別的就是說它是物理防曬 所以它不會傷害海洋 也不會污染環境 但是物理防曬通常都會很厚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 然後所以呢在成分裡面它其實特別嚴選 所以在成分上面它推開的時候 會很像化學防曬很好 都會很透氣 種類非常多 希望大家可以來這個華山 然後呢來這個唯有機 第一間就是概念快閃電 然後我們一直到7月3號 都會在這裡為大家服務 然後我們會在這裡為大家服務 第二間就是一天會 很漂亮 整個四周